空帮蛙,我是战国导游岳翔兵长 我是竹青片之柱 欢迎来到岳翔的战国浅度旅行 今天的兵长好像特别奇怪 怎么脸色发黑的啊 兵长,武田信玄为什么会过世啊? 网路说武田圣赖只是正代而已 为什么大和句说他是信玄的继承人呢? 关于武田信玄的死因,目前大概有三种说法 武田信玄在英历12月底打赢三方圆之战后 隔年的2月初打下了三合的野田城 后来因为病情加重所以武田就撤军了 江户时代的军纪物说 武田信玄在打野田城的时候 因为野田城里面传出了优美的笛声 武田信玄去听笛声的时候 被德川军用铁炮狙击而死 当然啦,这一段记录完全没有史料可以证明 可以确定这个是军纪物瞎掰的剧情 关于武田信玄的死因 早期认为是肺结核 不过现在根据甲阳军舰的记录 还有当时的书信记录来推断 这种情况当时称为格 可能是胃癌 甲阳军舰里面记载了关于武田信玄的遗言 大概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隐瞒武田信玄的死 三年之后再公布 这三年之间要生养休息 不要轻易对外开战 二,武田的家都 未来由圣赖的儿子武田信盛来继承 在武田信盛成年之前 武田信赖担任正代 不能使用风陵火山的旗帜 关于遗言的这两大项目 第一个,密上三年 这件事情确实是没问题 圣赖后来在三年之后 才正式为他的父亲举办上礼 但是第二项就有问题了 早期的通说以甲阳军舰为主 认为武田圣赖只是正代 不是武田的家都 但是在北条 还有在本院市的外交书信里面 都承认了武田圣赖身为家都的地位 所以目前绝大部分的历史学者 都不认同圣赖只是正代的这种俗说 看来这一次的大和剧 也是采取这个态度吧 但是阿布宽他演的武田信玄 说自己费了很多心血 把圣赖培养成接班人 这个说法就有点太走火入魔了 武田信玄原本的正规接班人 是他的长男武田义信 四男武田圣赖 原本只是周访的继承者 在三方圆之战的七年前 长男武田义信企图发动政变失败 所以被武田信玄给软禁 他被软禁了两年之后病死 有一说认为他是自尽身亡 即使武田家的正统接班人过世了 武田信玄还是没打算交棒给武田圣赖 武田家继承人的这个空位 整整空了三年之后 信玄才把武田圣赖从周访 叫回贾府 所以武田信玄正式训练武田圣赖接班的时间 其实不到两年而已 会不会因为武田的斯巴达教育太强了 在武田圣赖开打之前 虽然这个时候 竹力一招跟信长的关系已经开始恶化了 但是竹力一招 这个时候还是站在 知田信长跟家康这一边 反而是因为武田信玄打赢了三方圆之战 才让竹力一招认真考虑要不要切割知田信长 考虑了一个月之后 他又听说武田信玄打下三合的野田城 看来家康应该是没办法挡下武田信玄 信长也没打算出兵去救家康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竹力一招在2月中旬正式跟信长分道扬镳 竹力一招派的使者去跟武田信玄正式谈合作 结果这一边竹力一招才刚下决定 另一边的武田信玄就决定撤退回家 然后隔一个月 4月的时候武田信玄就病逝了 虽然信玄说这件事情要保密三年 但是他过世的事情立刻传遍各地 对信长跟家康来说这当然是一件好事 但是对竹力一招来说就倒大霉了 投资一定有风险 鸭宝大名有赚有赔 跳槽前请祥月公开说明书 武田信玄死后 信长在4月带兵去京都要去赌竹力一招 这时候天皇派人来调停了 说你们要打去外面打不要在京都打架 到了7月 知田信长攻打竹力一招的真岛城 8月打下潮昌的一城古城 9月打下前景的小古城 所以在剧中秀吉才会跑去小古城 试图调戏阿世的这段剧情 明明是这么重要的历史剧情 结果片头曲放完之后 只花了4分钟就讲完这些事情 也没有演前景长镇致敬的戏 旁白也没说前景长镇死了 只是让秀吉跟阿世说 如果阿世大人你跟前景长镇一起致敬的话 我就麻烦了 这种表现方法真的太吵帅了吧 冰长这就是你不对了 这一个骗子的主角是家康 所以跟家康没关系的地方自然就会省略掉啊 前几集 家康才说自己多喜欢前景长镇 甚至打算要接受前景长镇的邀约 一起打倒支点信长 结果现在呢 家康对于前景长镇的死毫不关心 这样的人物设定明显有问题嘛 为了要让家康在旌旗撤退战当主角 所以设定阿世派了阿越去跟家康通风报信 为了让解川之战当作是家康反抗信长的叛逆旗 所以先设定家康喜欢前景长镇 喜欢到打仗的时候 跟德川的全体加成告白说我好喜欢前景长镇啊 明明前景长镇在剧中被设定是战国第一的正直好男人 结果现在没用啦 就可以丢在一边不用管吗 不管是阿越、前景长镇 他们都像是剧情需要的工具人一样 他们跟家康的互动 完全不会对家康带来任何影响 这一集宁可让家康去洗三次三温暖 也不拿几分钟来谈这些历史的发展 也不好好处理前景长镇退场这件事情 对于信长、对于阿世、对于家康 或者是对于秀吉有什么影响 只有让秀吉去暴走叉叉 玩这种历史幼稚园等级的梗 讲难听一点 这根本称不上是伏笔吧 要玩这些小花招之前 兵长觉得主线剧情应该要先讲好再说吧 哎呦兵长 也许是因为观众比较喜欢看美女帮忙梳头啊 那么阿万真的有设下美人计让家康来跳吗 其实当时没有留下跟阿万有关的史料 全部都要从江户时代的记录来倒推 但是江户时代的不同记录又会产生矛盾 一般认为她是山河之力神社神主的女儿 她的名字除了阿万之外 还有鱼茶谷、阿松、小都局等记录 她怀了家康的孩子之后被迫离开冰松城 被家康的家臣送到地方豪农家中去代产 根据这个豪农家族留下的中村家御游叙述的记录来看 因为赖鸣她是一个善渡又恶毒的女人 在《乙贵小传》里面甚至还说赖鸣把阿万吊起来毒打 所以在剧中才会有阿万自己要把自己绑起来的这个设定 总括来说早期认为是坏女人赖鸣故意要把阿万给赶出城外 但是根据历史学者黑田基数老师的分析 他认为赖鸣他是德川家当主的正妻 他有权利去决定谁是别妻、谁是妾 只要赖鸣不允许的话就算家康想要把阿万留在城里也不行 所以在这一集的剧情应该是参考了黑田基数老师的新说 这样子安排的话一来可以洗刷赖鸣的恶女形象 二来可以带出下一集的剧情 顺道一提在第十集的剧情 赖鸣不是让阿叶去当家康的妾来生了一个女儿吗 黑田基数老师考证认为阿叶的事件 其实是发生在这一集阿万的事件之后 也就是因为家康乱搞让阿万怀有身孕 但是赖鸣不承认阿万把阿万赶出冰松城之后 才派了自己旗下的侍女阿叶去让家康传宗接待 言归正传阿万离开冰松城之后剩下一对双胞胎 哥哥是后来的结成秀康 弟弟有两种说法 一个说法说他小时候就夭折了 另外一个说法说他继承了妈妈的娘家的神社 在PS2的时代有一个游戏叫做新鬼舞者就有用这个设定 可惜鬼舞者系列现在也被冷冻了 讲到这里 这一集的剧情有一件事情兵长一直想不明白 阿万说男人有所求就会发动战争 女人有所求就会寻找依靠给予安抚慰藉来换取所需 认为女性从政才能真正带来和平 乍看之下阿万说的话好像是在主张女权 但是仔细深思阿万所说的话跟他做的行为 这不就是认为女性为了要达成目的 用最原始的方法施展美人计也没关系 这种论述反而是不尊重女权吧 表面上台词看起来好像是主张女权 兵长听在耳里却觉得她好像是在贬低女权 而且这句话跟女性可以消弥战争有什么关系啊 兵长真的怎么想都想不通 如果战国时代的女性 要用这种方法来消灭战争的话 阿万应该早点加入望月千代的旗下 用美人计帮助武田信玄统一天下吧 其实兵长一直觉得 历史解说跟个人看剧的感想应该要分开说 但是这一集明明有这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 结果这一集的节奏这么差 把戏剧的重点都放在奇怪的地方了 兵长在看三田孝之啊 大生男朋友这些实力派演员在演这一集的时候 简直就像是在看我推的孩子 有马加奈跟男主角他们在拍惊天田一样 让人觉得很难过 好了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此为止啰 今天讲很多报言 也欢迎大家留言反驳兵长哦 月翔的战国前度旅行 我们下次再见咯